好 來了 好大隻哦 不管好的 壞的 我們一起分擔 就算天塌下來 都要保持樂觀 沒有措施 小黃 這有機載中的很漂亮 謝謝 對 好 好 這一片就是遇見了嗎 遇見了 對 很棒,口感很好 我們二旅行玩出好心情 好了,在早晨呢 我們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由我們來到了紐西蘭 你看一下 對啊,我們哪有紐西蘭 紐西蘭的印象 大家應該非常清楚吧 對 就是牛啊、羊啊之類的 各位 你不用坐飛機 飛十幾個小時 今天我們來到了 苗栗通宵 大家以為拿到牧場 就會想到什麼 牛奶 對 就會想到擠牛奶 人家說 如果你喜歡喝牛奶 你不一定要養頭牛 你可以把乳牛取回家 沒有,不是 怎麼會這樣 你一直不是說你是乳牛 今天我們要帶來這邊 不是擠牛奶 我們要來玩一個不一樣的 我們來牧場 不擠牛奶要幹嘛 玩一點不一樣的 我來到這邊 有一個叫做傑克先生 他告訴我說 他帶我玩的會是不一樣 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傑克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跟我 這是我太太 你好 歡迎來到牧場 來到這裡看到你就有感覺 西部牛仔的感覺 有到紐西蘭的味道的感覺 對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車子 這個是 所以我們要坐這個車去玩 不一樣的 對,這個很特別 這個車以前 它是出現在田裡面的 對 這個車叫做一飲機 是 因為在田裡面 不管是要耕田 拖重的東西 或者舉重的東西 都是要靠這一台 有一次我們老闆 他到美國的農莊 第一次看到人家用這個一飲機 或有緣車 他把箱面拍回來 第二年 他到加拿大國家公園 看到人家用馬 真的馬 在公路上 拉著遊園車 再把相片拍回來 是 兩張相片 就丟給我們今天的 就打造出各位眼前的這個 我們就要搭著這個 一飲機的遊園車 來一趟環教小旅行 來,帶各位一起出發 走 走 人類和自然其實是分不開的 大戰給了我們這麼多的禮物 大家非但沒有好愛心 反而以怨抱得 才讓地球一步步走向發高燒的命運 牧場主人非常重視自然與土地 於是把觀光跟環境教育結合 規劃了這套環教小旅行 透過生產、生態、生活三個方面 幫助我們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土地 第一站 對,乳牛媽媽的家 乳牛媽媽的家 可是我們看到乳牛真的 除了有黑跟白之外 還有其他怪怪的顏色 那個不是應該是耕田的嗎 它是另外一種乳牛品種 叫做捐山牛 黑白花色這種乳牛 是全世界六種乳牛品種當中 產量最大的 對 所以產量最大就有經濟價值 但是那個看起來 小布拉基那個捐山牛 對 它是來自於英國 英國南部有一個捐山島 一個島 所以它叫做捐山牛 這種乳牛是六大品系當中 產量最少的 它只有一項是世界冠軍 什麼 就是它牛奶裡面的蛋白質跟脂肪 我們在講牛奶的品質 原料的品質 它是最高的 這樣子 所以說因為它的品質 其實算是最好的 最好的 所以產量少 就是我們已經不是在追求量 台灣這幾年的發展值 所以在我們這邊喝到的牛奶 就是有荷蘭牛跟捐山牛 兩種牛奶 一個黃金比例 把它搭配起來 它的味道 還有最主要是 它裡面的成分的內容 是比較營養比較好 營養價值也比較高 營養鮮奶是一個未開發國家 進入開發中國家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那時候政府 為了推廣喝鮮奶 所以派訓了一批年輕人 到美國 去訓練 訓練回來之後 把這些技術帶回來 它這大量生產 可以說從這邊來 提供給大家喝到的 對 從國外運進去比較好的技術 第二站來到什麼地方 我們的自然步道 自然步道 但是在走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座橋 好 這叫做九層窝橋 九層窝是這個地方的古地名 這個高棧鵝 這個鵝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高棧不是高棧塔 高棧是一種樹的名字 台灣以前鄉下很多 叫做高棧鵝 高棧鵝就是這棵樹 這個細細的這個 高棧鵝這種橋 它長得很慢 長得越慢的樹 它的質地就越堅硬 所以以前這種高棧鵝的樹 都用來做什麼 做鋤頭的把柄 還有 對 還有牛車車輪的那個車軸 那個軸 所以要很硬的那種樹 對 那這邊呢 因為以前就是很多這種高棧 這麼細 然後還可以這麼硬這樣 對 它可以長到 它慢慢應該會長出吧 對 可以長得非常素 所以它可以變成餐廳的大樹 對 這條就是自然步道 那我們這邊呢 特地用木屑 木屑 用木屑 木屑把它鋪成這一條步道 走起來就很軟很舒服 對啊 而且它很自然 對 它腐朽之後會變成大地的養分 是 對 然後這木屑哪裡來的呢 哪裡來的 就是這些樹 這些樹呢 跟人的頭髮一樣 對 就是它長得很茂密的時候 要固定把它梳化 修剪 然後再把它打成木屑 把它鋪起來 這個生態步道呢 在夏天的時候 兩邊都會是蝴蝶 然後樹上都會爬滿獨角仙 這個就是獨角仙的石痕 因為獨角仙它要喝樹枝 它們現在都在這個土下面 等到夏天的時候 它們就出來了 它們就會出來 這是它們去年 去年的石痕 對 原來獨角仙會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這條自然步道呢 每年在夏天的時候 是 兩邊都是蝴蝶 因為我們這邊種了一排 這個蝴蝶很喜歡 這個叫做蜜圓植物 蜜圓植物 對 蜜圓植物 所以蝴蝶都會飛過來 對 每年大概春天的時候 它就會從南部往北遷徙 那這邊是它遷徙經過的 讓它們變成一個中途休息站 然後再繼續往北飛 這個蝴蝶圓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品種的蝴蝶 對 來 請往前面走 我們來進來蝴蝶花園 好大隻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最多的 黑色 白色 對 它外號叫大笨 飛起來笨笨的 不太怕人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大白斑 大白斑 這跟乳牛的顏色很像 對 你看它這個花花的呢 這個叫做紅蚊鳳蝶 這個叫做烏鴉鳳蝶 那黑蝶我從來沒看過 種類不太一樣 它的好像鳥的羽毛 對 像鳥的翅膀一樣 對啊 蝴蝶小時候的幼蟲 是吃葉子長大的 蝴蝶媽媽 它會把它的暖下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大白斑 是 大白斑媽媽會把它的暖下這邊 旁邊已經有它的嬰兒了 出來之後 對 我們以前有講蝴蝶蟲 是它 這個是蝴蝶媽媽 它來下蛋了 沒有 它還想說 你是不是會把他的小孩麻煩 注意看 它要下蛋了 它會把肚子彎起來 真的耶 彎起來 剛好 剛好 它要下蛋了 它一定下在這一顆 這一顆植物叫爬生藤 因為它的寶寶指定吃的葉片 就是這個葉片 所以它要很厲害 它要能夠去找到 它寶寶要吃的樹葉 然後把它軟下在這個地方 生出來了 我們太幸運了 竟然可以看到蝴蝶生蛋 我第一隻看到蝴蝶生蛋耶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生兩顆 它剛下的蛋 它一次一顆 應該是旁邊這個 剛下的色是黃的 然後慢慢變粉紅 然後變紫黑色 然後就出來了 它下蛋其實很好體力的 它一天大概下二三十顆 它總共可以下到兩百多顆的蛋 對 那從一隻蟲 要變成蝴蝶 對 很奇怪 所以中間會經過一個 很神奇的階段 叫做蝴 金色的蝴 這個就是大白斑的蝴 那蝴是什麼 蝴就是睡覺的蟲寶寶 它就是一隻蟲 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是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是它平常 出去玩一玩的時候 它是穿條紋的 對 可是回到家要睡覺的時候 對 把出去玩一拖拖下來 裡面是穿金黃色的睡衣 真的假的 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叫黃金蝴 好特別 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這個綁了一個安全站 你看有沒有看到 叫做帶勇 橫著睡 所以它睡覺的知識有兩種 蝴蝶睡覺的知識 那問一下 那這個蝴蝶 就是從勇變蝴蝶之後 這個蝴蝶可以活多久 對 因為蝴蝶沒有正常的壽命 有人一出來之後就被吃掉了 對 它出來目的只有一個 趕快找到另外一半 然後把後代連續下去 連續 所以它們的生命出來 就很快要傳承 只有幾個禮拜而已 它的任務只有一個 不像人類那麼複雜 聖經講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我們人生也是這樣子 所以它們的 就是目的就是 對 傳宗接代 你看 森林擁有蝴蝶生長 所需要的食物跟環境 牧場刻意保留一片林地不開發 才能讓這麼多種類的蝴蝶 翩翩飛舞著 聖經上用牛奶與蜜之地 來形容上帝應許的豐盛美地 這座牧場也因為 弩牛和蝴蝶的關係 恰巧充滿著豐富的奶與蜜 但我相信 這裡可以這麼豐盛 是因為它們有一顆珍惜大地的心 在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異常下 環節小旅行的最後一站 為地球多種一棵樹 多一分簡單的效果 簡單的環境友善行為 為地球的未來 多種下一點希望 希望在這個 上帝的看顧之下 這個樹長得大大了 以後我們可以帶小孩來 我們給這個樹取冠冰 叫小星星 小星星 一山亮晶晶好不好 OK 希望它能長得大又好 好不好 以後我們還可以來看看它 對 環節小旅行 拉近了我們和自然的關係 傑可說 愛地球不能只是呼口號 牧場很努力 把低碳樂活的環保理念 實踐在生活當中 由環包署認證的綠色商店 以可回收低污染 省資源三大原則 挑選擁有環保標樁的綠色商品 簡簡單單就能過綠色生活喔 通常在這種休閒農場的飲食 應該是隨便吃吃酒 沒想到看來是非常非常認真 在做這些料理 對 而且非常多的滷製品 入菜在裡面 好不好 那這一道菜叫做這個是 蛋黃 培根 奶油 義大利麵 滷筍 義大利麵 我再幫你加一個 你全部都講進來 它沒有一個特別的命 就是料理 而且它的培根非常特別 挺大隻的 是不是有在這個上面 特別下功夫 一定要的 盡量幫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原料 入到菜裡頭 好 所以這個裡面的奶油 就是你們自己的 對 它裡面的牛奶 是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牛奶 很好吃耶 看起來這還算是 比較台式的義大利麵 算不算 你看 一般的口味 這邊還有辣肉的味道 所以我說不用... 因為它也煙燻過 它這個是真的用 這裡的牛奶來做 其實它也非常的新鮮 是 而且你們的牛奶很不一樣 是它用兩種乳牛來結合而生的 對 所以營養價值也特別的高 對 其實你們不只是麵類嗎 對 雞腿排 它是用了我們自己的優格 去醃漬了二十四個小時之後 然後去烤香烤 用優格醃漬 這很特別耶 我第一次聽到耶 用優格醃漬 用優格來醃漬會是第一次聽到 是...為什麼 是讓它肉質比較軟還是... 對,它的肉質會更暖熱 非常的汁 水分非常的多 然後你可以吃到一些香草的味道 當然這個雞本身的肉質 你看很棒 很水 烤的裡面有一點... 外面有一點焦焦的 然後裡面嫩嫩的 對,裡面幫可以沾一些 我們那個三角的小菜 對 然後它就是裡面 也是加了一些起司在裡面 對,新鮮起司的部分 加了洋蔥和番茄 好香喔 這新鮮的起司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這一道 就是我們剛剛也擠出牛奶的牛 這應該不是滷牛的肉吧 對,沒有錯 但不是 不是... 等一下我們沒有錯視 小黃 那其實這特別的養生跟健康 對,是 它專的蔬菜是... 脖子最良好 這一定要嚐一下湯喉了 對不對 對 牛小排的這個肉 牛肉 來嚐嚐看 想要先喝一下它的湯喉 聞一下就... 奶味超濃的 很多我們想要牛奶鍋裡面的奶 是那種... 比較濃的 很濃... 但是它多了很多蔬菜跟洋蔥的味道 對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加奶油 它就是純鮮奶油 因為很多人都加奶油 所以我們吃到的都是 比較奶油的那個味道 對 所以你在挑選食材的上面 也是會找特別一些 健康有機當地的食材嗎 對...就是我們附近農家的 附近一些小農 他們就做一些作物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它 對 解凍的 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它叫做望月燒 望月燒 妳看看裡面夾的東西 這是紅豆的對不對 冰嗎 它可以冷凍的吃 也可以解凍的吃 冷凍的吃起來 就有點冰淇淋的口感 然後解凍的吃 它就是有點洋蔥的味道 怎麼樣 很好吃喔 試一下 而且它麵包吃起來是 不是麵包 是QQ的 然後配上裡面這個 有點紅豆冰淇淋的感覺 好特別喔 外面這是什麼 白色這個 它的餅皮就有點麻糬的口感 麻糬跟蛋糕結合在一起 又有點... 然後這個像是蛋糕 在嘴裡又像是麻糬 但又沒有麻糬這麼的黏 對 黏 這在夏天吃起來 整個是太爽了 這個一定要特別的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 這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 對 這是今天早上剛出午的 對 吃的也都剛出午的 在等你們了 怎麼樣 也太好吃了吧 布丁最討厭太甜 而且布丁最討厭吃起來 嘴巴會有油油的感覺 對 這個... 但這個完全沒有 好清爽的布丁 吃起來又很有... 奶味 有奶味 我知道 因為它加奶油的 吃起來會太降氣 不是啊 加奶油的布丁就不好吃了 因為吃到嘴巴裡面 會有滅滅的 然後它好像有一層東西 在嘴巴裡的感覺 你看我們默默就把它吃完了 你太好吃了 這是熟布丁 對 是生布丁 生布丁 因為熟布丁就是 加了烤過的 雞蛋 對 然後烤過的 烤到它凝固嘛 它的熟 然後這個的話 它裡面加了幾粒粒粒粒粒 粉去凝固它 只是高溫殺菌而已 手捏著這裡 然後做下去 可以 有 對 這樣 嚇我一跳 我還沒被噴出來了 結果它是弄成一洞 這樣在這裡 好好玩喔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好好吃喔 沒有耶 我以為會像乳酪的感覺 但不是 對 不是 也不是優格 口感很妙 好妙喔 很Q彈喔 這裡的食材 以選用通宵 或在地鄰近農場種植的 有機蔬果為主 降低食物運送的碳足跡 在地120公頃的牧場上 結合了十一住行育樂 舒適的住宿環境 讓遊客可以愜意的 待上幾天 同時也推行綠色住宿 鼓勵客人可以自行 攜帶盥洗用具 減少資源消耗和浪費喔 因為經營者的用心 牧場在2012年 通過環保署認證 成為全台第一家 推行環境教育的 綜合型休閒牧場 從當初開創中部青年落農村 到今天成為土地的守護員 很好奇他們到底是如何走過 這將近40年的歲月呢 趕緊來跟這兩位 牧場大亨聊聊吧 這兩位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這個牧場的創辦人 當時我們出國大概 四五十個人出國 一般去美國 另外一般是去紐西蘭 政府想利用我們青年 去美國學習養牛 改善台灣的養牛的規模 跟技術 所以你們就自動報名了 是這樣嗎 我已經回來的時候 家裡就去我買牛了 你本來想做回來不想做了 本來想表 我知道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採收了嗎 採收一下 可以 所以你們就自動報名了 對 是這樣嗎 只是想去美國看看 想說 逮到機會 終於可以去美國了 很難去喔 以前出國 當時沒有出國的 沒有出國 機會越少了 很少嘛對不對 很少 所以你們兩個就參與了 這是自己報名 還是他們選的 其實百分之五十是想回來 要逃掉了 就不想做這個了 就對了 結果起紐南下 喔 所以你們後來有多少年欠 來到這邊 很有十七戶 十七戶喔 對 以前台灣養牛 其實在那個日記時代 都有養牛 是 可是他們都是養了一兩頭 但是我們是用大牧場的經營 手法跟技術在經營 對 那十七位為什麼最後 只變下兩位呢 其實離開的圓圓很多 各式各樣 對 但是我們兩個人會留下來的圓圓 是 我們是全神投入 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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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神投入 他已經把職業 辭掉了 辭掉了 我已經回來的時候 家裡已經替我買了 你本來想說回來想做 本來想跑 我們兩個是養牛養到 最不景氣最不好的時候 怎樣來轉移 其實我們會走這種綠色 在做環保一樣 因為我們早期在這邊開花的時候 開花這個土地都是破壞 對 為了肚子火 為了養牛 為了掙扎 你把這個環境破壞了 可是我們真的對於這個環境破壞 到了一個時段 我們會覺得要回歸 是 所以我們就漸漸的 在這邊就開始種樹 開始動這些 把這個地 又恢復回來 是 這個產業跟我們養牛的產業 實在差太多了 有什麼關聯 我們牧場的經驗跟我們養牛的經驗 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一級產業生產產業 一個是屬於 休閒服務業了 休閒服務業三級產業 是 但是我們觀光 觀光休閒是屬於住宿產業 是 你所看到的都是 處處都有住宿 對 就是一個瓶子的設計 美感 這個都是住宿 很好 一步一步足足夢踏實 對 好不好 讓你們要完成夢想的時候 不要想一步登天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兩位主人希望大家來這裡玩 不只自己擁有快樂 也能讓土地一樣快樂 這座露天的自然博物館 你也來趟環教小旅行吧 而且這個通宵這個特產 怎麼能夠這麼厲害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那是什麼 通宵的農特產品就是 彩虹玉米 光聽著名字 就覺得非常非常的稀奇 全台獨家的特色農作物 彩虹玉米 真的會有七種顏色嗎 請問一下 班長在嗎 班長在嗎 在 你是班長 班長不是男生喔 我以為班長是男的耶 班長你好 所以 這些都是你的 我們班員 班員 班員 這位是博士 還有博士在那邊 或有彩虹玉米 就是博士他們研究的 博士你是研究彩虹玉米的 對 你好 這個是農事手 農委會 選這個農委會 農事驗所 對,就是農事驗所 農事驗所 是用彩虹玉米的人 達人 達人 是不是 厲害 班長你拿這個是什麼東西 對 種玉米的經驗 種玉米的經驗 玉米成長的過程 因為紀錄以後 我們才能夠有進步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玉米它成長的過程 它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然後對氣候的適應呢 怎麼樣的適應 照顧彩虹玉米 就像照顧小孩子一樣 它最適中的時候就是立春 以後2月至4月 這個時候來種 如果說我們秋季的話 9月、10月 可以種到11月初 再來就是差不多12月底 1月的時候再種 這一段時間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藥物 就是我們天后浪 溫度會很低 但是它時間會拉長 這個就是我們的彩虹玉米苗 然後等它長到差不多 這麼高的時候 對 再把它搬家去 對 搬家種到田裡面去 田裡面去這樣子 所以妳還有比較大的 好可愛 在哪裡 比較大的就是可以種到田裡面去 是 這就算種到田裡了嗎 對 這個還沒種到田裡 這個就是可以種了 底下這個黃葉的話 就是有點 開始那個肥料跟那個都不太過 這個是因為一直下雨 所以下到那個田裡太濕了 它不敢種 所以不敢種 要不然找到種 要不然這個 試種的時候它就 就是不會產生這個黃葉 對 黃色為什麼叫做彩虹 它就是讓人家看起來視覺 就是跟那種藥物很漂亮 第二點就是 它的顏色就是由於 底部河流花青樹去主導它 還有什麼 花青樹 花青樹 花青樹就是被看一般都看是油雞 對 對 原來因為花青樹的關係 造成彩虹玉米的獨特外觀 與營養 博士說彩虹玉米的成長過程 會經由白變黃再變紫 最後變黑 美麗玉米的變色程度 還深淺不一 美感一點也不輸給真正的彩虹 彩虹玉米是博士的心血結晶 當初研究動機 是為了減少蟲害和種出更好吃的玉米 花了八年時間 終於研發成功了 那我們可以採收了嗎 採收一下 可以 不過採收之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什麼步驟 就是輸包養殖 比如說這裡有兩條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把這一條輸掉 為什麼 你就把這一條輸掉 輸掉 對 對 把這一條輸掉 輸掉意思就是拔起來 對 然後 把玉米筍可以取出來 取出來它還可以做涼拌 我們都是會拔下面這一包 這一包 在就是在壽粉的時候 它裡壽粉比較近 所以它壽粉的 營養會比較好 對 這是算小花 是 小花它會掀開 掀開的話 在上面的話 這個花粉掉下來 這個梅根稀的話就是一顆玉米 這樣就好嗎 對 梅根稀就是一顆玉米 那你把這個輸掉 就讓它的養分集中在這裡碎 它以後就是三個品種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把這一包輸掉 然後養這一包的品質 這就是彩虹玉米 紫色 白色 然後有漸層的顏色 是 這好像比一般玉米小一點 對 因為它裡面那個梗是非常小 一點點 你看可食用的部分 你看 還是很大 它可食用的部分 達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很值得 它還有一個很大一個特性 每一歲都是有八寒 有八片 八片就對了 那它代表什麼 八寒什麼意思 一般來講就是說 每天吃的時候 鮮食用的話 就是鴨汁就剛咬 一口就剛才咬兩咬這樣 這樣子 一般的話就是一般像 炒的玉米的話 它有的就是說 有十六行 二十行 它就不好咬 不好咬 我覺得這玉米的感覺 好有一種藝術感 對 那就表示 好像漸層 對 每個玉米的顏色一定都不一樣 你看這個 越老它就會 越紅 它還沒有開始 軸色的時候 它是變色 對 是 它還沒有開始變色的時候 它是白色的 比較嫩是白的 對 越來越成熟 它就會變色 它越來 它的花青素就是 越來越多 各位 通常在玉米田裡面 會發生這麼美好的事情 很不容易 好了嗎 不要再弄 好了 我們趕快去吃這個 夠了… 彩虹玉米到底有多好吃 彩虹玉米的品種 名稱叫做 台農五號黑糯玉米 班長可以種到這麼特別的農作物 是因為通宵鎮農會 體貼農夫的辛勞 希望幫助農民多賺一些收入 2009年 向農業試驗所 取得彩虹玉米的栽種專屬權 並且把栽種技術 移轉給通宵農會的採銷班 班長種彩虹玉米 已經種得非常有心得 從他那本厚厚的筆記本就知道了 通宵鎮農會也非常用心 研發出彩虹玉米的冷凍技術 讓你不論在何地何時想吃 通通不成問題喔 千呼萬喚 終於我們的玉米被我們使出來了 對 好不好 結果看到不只是這個原味的玉米 還有各項的料理 這是我們農會的總幹事 這是農會的總幹事 你好 我們剛才看了這個 等於說養育的過程 可是非常非常地需要用心的客戶 對 所以到最後這個玉米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已經 這是真的嘛 對不對 原味的玉米已經在這裡 這是一般的玉米 對不對 對 這比一般的玉米雖然小很多 但是它的骨幹比較細緻 它那個桿子 這個可以把它弄 扳開來看一下 有沒有 差這麼大 對 差這麼多 你看看 是不是聽說它這個 是裡面吃得起來 是有糯米的感覺是不是 對 這個雖然它外面 這是算是三個品種 它還是號稱是說糯玉米 但是這個差不多有四分之三 四分之二的糯性 那我們這個是全糯的 全糯的 所以你吃的就不一樣 而且它很甜耶 比較 對 對 顏色比較淺的 吃起來比較軟 然後黃的 顏色比較深的 它花青素比較多 所以阿菲有這種不同的口感 對 所以你跟它試試看 不用用鹽巴 不用 一般要弄鹽巴 這個沒有 完全沒有用鹽巴 沒有 好 而且吃起來很Q 而且還有糯玉米的那種 黏黏的感覺 而且很棒 口感很好 很甜很甜 那種水果玉米是15度 15度是很好 一般來講外面的超甜玉米 大部分說大概12度 到14度之間 那一般水果玉米來講 我們就是說 如果說以我們不要等來講 要15度以上 是 才夠甜 對 還是甜玉米 但是裡面的杏質不一樣 不同品種 沒有,它裡面的那些濃物 是碳水化合物 這個裡面是蒂粉質 跟不一樣 真的好吃 不是只是清蒸這個 它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對 沒有,這還可以做水餃 水餃裡面還有玉米 你看在這裡面 我還沒有吃過水餃玉米的 對啊,水餃 玉米水餃 玉米水餃 因為它的口感會變得更 扎實一點點 因為它有糯米在這裡面 很棒 還可以包粽子 對 我平常也沒有看人家粽子 有放玉米的 因為玉米它就是比較飽和 對 有的腸胃比較不適應的 它會產生 對 是 這個玉米呢 它吃再多 你都不會感覺脹氣 脹氣這樣 所以我才把它 加入我們的糯米裡面 把它綁成粽子 好吃 那你先嘗幾久 這個要不一樣 這個你吃之後 最後的話 這個玉米會先消掉 肉會留在裡面 對 對 所以說 它使用的這幾道 都弄起來都是特別好吃的 這個 雞酒 醬汁也很棒 羊肉爐 不一樣口味 不一樣 很軟 很軟 而且有那種 真的有糯米的感覺 有飯的感覺 對 這是我們那邊的機師 就是被總幹事這邊計轉過來 就是現在 總幹事也把這個技術 通宵油 就通宵油 變成通宵特首 真的讓通宵能夠有一個 特別的產品來介紹這個地方 還可以做一些副產品 對 當然我們班長他用這樣的方式 介紹給大家 搞不好你吃過之後 你更會做菜 或者是有創意的人 他可以想到更多其他的料理 觀眾朋友看我們這樣吃 你一定沒有辦法感受 到底有什麼作感 其實他可以做很多種 很多種 只是說 我們就是做幾道來介紹而已 介紹一下就可以了 他還可以做更多的 太好了 今天我們來到通宵 看到非常多特別的食物 尤其這個特產更是讓我們 沒辦法忘懷 對 我相信你以後來到通宵 你就會想到 彩虹玉米 一群腳踏實地默默耕耘的 淳朴農民 用友善的態度對待土地 他們的認真與努力 為彩虹玉米增添了更美麗的色彩 這家有機農場不得不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全台灣 有機農場裡面 種植最多品項的 一家有機農場 是 而且這個可以說是有機的博士 厲害了 不僅自己要來種 他可以教別人來種 今天我們要來拜訪他一下 有理想 有抱負的有機教育農場 有機博士教你吃出健康 本身是真的學這個的嗎 我是農藝系畢業的 農藝系的 哪一所學校的農藝系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對… 我之前也是讀台大的 補習班 好不好 真的 今天太好了 聽說您種了非常非常多的品項 可以說全台灣最多的 我們在一年四季 大概農場都維持有五六十種菜 五六十種菜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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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就黃黃的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吃不出來就什麼菜 就什麼菜 謝謝 對… 謝謝 大魚後彩虹就要出來 希望一吃豆腐 因為最主要是 我們要供應很多消費者 不同的選擇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 種比較多種菜 讓消費者嘗試 哇… 這有期菜種得很漂亮啊 我們剛才說有五六十種菜 當然我們基本款一定要種 像這就是一般的小白菜 當然就還有其他的不一樣的菜 在市場上比較少見的 是… 像這個我們後面這個 這是… 這個就叫做水菜 京都水菜 對… 京都水菜 這是從日本引進來的 般我們台灣就是油菜 但是看起來又不像油菜 對… 那這在日本叫小松菜 這也是引進來 但是來種… 對… 所以說我們在有機的種子 就會比較多樣化 事實上在技術的開發是需要的 在我們有機裡面 因為我們不能用很多的… 不能用很多的這個… 農藥嘛 農藥 對 或者一些化學的東西 農藥都不用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必須要去找 更合適有機栽種的一些 品種或品項來出來 讓這個有機操作會更順利 所以一般農民其實他如果不會的話 他是來跟… 可以跟你們學嗎還是… 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 我們本來就是在做推廣 這個有機菜是可以種在外面嗎 不是… 應該都種在這個裡面才對 王子裡 外面重咬喔 對啊… 沒有… 事實上我們比較怕風吹雨淋的 我們可以種在王室裡面 王室裡面 有很多菜 事實上也不一定要這麼 細心地去保護它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種在外面一樣 很少蟲咬 對啊 很少蟲咬 一樣很漂亮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需要一些 我們一些有機可用的資材 來做輔助 譬如說我們辣椒 蒜頭 去把它浸泡 然後來噴 讓蟲也會怕 還用到一些 一些益生菌的東西 可能對植物沒有影響 對人也無害 但對蟲就有影響 它整個腸胃可能就會受不了 甚至就不想吃飯 所以它就覺得這個不好吃 不是 它已經就完 它就好像中毒一樣 就像中毒一樣 可是很多消費者或者 會不了解說 菌好像很可怕 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吃菌 博士你將來在這裡 大概弄了多久 我們大概做了十二 十三年了 當初這邊也是農地 有可能是水稻田都有可能 對 因為我們的這個廠區滿大的 有十幾公頃 對 那所以說在這個 過去的環境下 他們還是用一些 所謂的化學的東西 農藥的東西 來做 那我們後來來這邊了以後 我們是為了整個這個土地 讓這邊會減少化學的一些污染 所以說我們慢慢把它改成有機 幹嘛在農場裡面要堆一座山啊 這是我們農場用的一些有機的材料 它最主要是提供我們的土壤 讓土壤更蓬鬆 所以說這是有機質 不是有機肥 這是有機質 不是有機肥 這裡面最主要的是稻殼 有稻殼 木屑 它多少還有一點米糠 米糠在這個當中 事實上這個 事實上所謂的有機質 事實上這很簡單 就是一般我們種菇 種菇 像金針菇 杏鮑菇 香菇的 對 那些種下來剩的東西 剩的東西 因為他們菇也要養分 對 才會生長 它生長完以後 那些養分都沒有了 那只剩下這些有機質 那這些 這些比較粗糙 然後吃到土壤裡面 它比較不會化掉 所以說在土壤裡面 可以待得比較久 讓土壤比較蓬鬆 那根就比較好去生長 所以說我們種出來的菜 就會特別的甜美 你堆久後 就是讓它慢慢服 因為如果說 它新鮮的來的時候 它自己本身 還會再做發酵的過程 那我們必須要打堆滯 一段時間以後 再撕下去 讓它先在外面這個發酵 對 它不會傷到陣子 所以它發酵到之後 就變黑色了 比較黑 所以你的祕訣就是 你要讓它的根也很豐富的 那種長的菜 然後養分就會吸收得多 菜就會長得漂亮 對 而且吃起來就會特別的好吃 江博士當年 帶著滿腔熱血來到苗栗 就是希望幫助農民回歸自然 回到過去 不過我說的可不是穿越時空 而是重回阿公阿嬤的年代 那種友善對待土壤和大地的心 博士生信只要持續地做下去 未來一定可以帶動全台 更多的農民投入有機 因為有機不只對吃的人好 對土地的破壞也少 地球才能永續下去 非常豐盛的菜 來 博士來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 不太一樣 今天用的是所謂的菊具 是蝦具類的一種 是蝦具類的一種 它也適合當來炒蛋就對了 對 吃起來口感就會很清爽 青菜配在一起又不會覺得很怪 而且還多了另外一種感覺的味道 會有很多的水分在裡面嗎 對啊 那就是我們在吃蔬菜的時候 變化一種蛋下去的話 那種料理的感覺口感就不一樣 不會只是用炒的方式 然後再就變化一下 然後消費者可能就會 就會覺得不一樣 除了可以炒蛋之外 還可以拿來做什麼 一般的話他們可以做生菜沙拉 所以它配蛋還剛剛好 因為它本身的味道還滿重的 所以它就是生吃或者是炒蛋 菊具 今天我相信大家有學到一個新的青菜 叫作菊具 好,接下來就黃黃的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吃不出來這什麼菜 這什麼菜 所以說這個菜也是這個... 它所謂的甜菜的一種 它是金黃色的 所以叫作黃金甜菜 葉菜來炒來吃用 吃的 這個甜菜相對的它的... 事實上它的用途很多 對於我們的身體也很健康 但是它的品種的顏色就很多 像這個是金黃色的 還有別的顏色嗎 右手邊這個就是紅色的 叫作菌達菜 那你加一個 那你加一個 那兩個是同樣的品種 只是不同顏色還是說... 對,同樣的種 那是不同的顏色 我們就來炒菌菇來做這個 對 還有小烏拉的味道 很好吃 這就是甜菜根 它的品種不一樣 它的用途就不一樣 有的是用在根 有的是用在葉子 葉子 它非常的養生 所以大家都拿來喝甜菜根的果汁 對 通常我都喝甜菜根果汁 很少吃到這樣子的做法 伯母 怎麼了 這是... 這是什麼辣的 對 你再看看 它這是涼菜 對,有點辣、有點酸 這酸是甜菜非常下飯 尤其是在夏天 這樣就比較清爽 所以涼飯 沒有口感 口感又不一樣 我知道我想起以前 譬如說有些人泡菜 會用黃瓜 那個蘿蔔或什麼 對 它這個又不太一樣 這個我應該不可能看錯了吧 這就是小白菜 太一樣 對,那般人都吃小白菜 但是這個吃起來 它整個梗 葉吃起來就是甜度很高 跟小白菜口感完全不一樣 然後裡面的水分又很多 水分真的很豐富 對 所以說吃起來 讓消費者會覺得說 這個吃起來好像在吃蔬... 在吃水果一樣 一般可能大家 不太喜歡吃這個 都煮到不一樣 對... 所以我吃下去感覺 汁會噴在我的嘴裡 這感覺是更多多的葉子少少 因為它水分很多 對,水分很多 水分好多 又很甜 所以吃起來就不太像吃蔬菜一樣 一般蔬菜如果說 葉子很多的話 好像在吃草一樣 對 那這吃起來好像就 我們剛才說有像水果的感覺 有水分 當然是因為我們做有機栽培 它的甜度也會提升很多 因為它的整個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肥料的養分 都供應很充足 所以說造成說植物長得特別漂亮 然後口感也特別好 欸,博士 你本身是哪裡人 我台中人 台中人 那當初怎麼會想到 來苗栗做這件事情呢 沒有,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一路上來 我們整個這個苗栗的一個空氣 土壤跟水質呢 都非常的好 都沒有什麼汙染 所以說來做這個有機呢 是非常適合的 一開始我們在做的時候 當然也是 因為整個這個 在台灣的環境呢 那時候才剛剛在起飛在做 那所以說很多的技術 很多的觀念呢 都不是很成熟 對 那慢慢我們接觸以後呢 我們剛好有這個經驗 有這個耐心 慢慢把這些技術 跟這些材料 給我們把它開發出來 除了讓消費者能嘗到這個 新鮮無污染 沒有農藥殘留的蔬果以外呢 另外我們事實上更重要呢 是能讓農民呢 把他的土地照顧好 對 讓他讓這個土地 可以永續的經營下去 對我們後代子孫呢 有更好的一個田園來種植 來養活他們的下一代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話 那當然呢 對我們人 或者對整個生態環境 都會很好 這是推有機的最重要目的 就是如此 是這樣 這使命非常的好 對 好不好 謝謝博士 謝謝 你為我們這塊土地的努力 我相信大家會看得見 有機博士對土地的用心 帶動著農業的綠色革命 顛覆了我們對有機蔬菜的刻板印象 每一口都是感動的滋味 伯伯我們要來到一個這個協會 這個協會是一個非常有愛的協會 叫做愛家輩協會 愛 對 因為這個創始的主任 本身自己也有 對兒童有很大的負擔 對 所以他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協會 其實他不只做了兒童 而且他還旁邊周圍做了很多老人的事工 來做其他事工對不對 進去看看就曉得了嘛 好好不好 好 走 愛家輩社區關懷協會 神根在地的希望之家 充滿愛的大家庭 今天我們很高興來到這邊 因為我們聽說這裡有許多 一個社會社區關懷的一個事工 我們是91年開始成立這個協會 成立協會之前是在教會裡面 有做兒童的關懷工作 協會有五個部門 通兒童 青少年 然後新移民 還有老人 我85年的時候結婚 然後生了第一個孩子 在台中榮總 生下來之後四個月去世 為什麼呢 他是第18對染色體育場 那是在懷孕的後期的時候才發現 是 對 這個孩子是我太太不孕症 那做四拐嬰兒才有辦法 是 後來我們就是禱告 半年之後我太太發現懷孕了 好開心 對 上帝給我們孩子 是 但是後來是跟我們期待的結果 不太一樣 對 那些日子真的是非常辛苦 是 壓力非常大 對 我們的心情就跟著孩子的體重 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那時候他生出來才1800公克 1800多公克 非常瘦小 像一隻小猴子 可是我們就是愛這個孩子 不管是我或是我太太 我們都有經過上帝奇妙的醫治過程 那我 我的話就是比較快 就是 有一天早上我起來 就是我 我孩子去世之後 他叫姓恩 那從醫院抱回來 放到我們的臥房 臥房有一個新的嬰兒床 還沒使用過 對 那時候我把它放在上面的時候 哇那心好痠喔 是 我的孩子 第一次使用精靈 他已經是 就一具冰冷的屍體 就放在那邊 是 我們都睡不著 然後淋晨起來之後 我到我的房間就是 也沒辦法讀聖經 就是唱一首詩歌 那首詩歌叫做新詩 就是講到我們基督徒 離開這個世間之後 到天上跟 是 跟上帝跟所有的聖徒 可以在一起放聚 是 然後我們一面唱 一面想到這個情景 就開始 哇 就是被聖靈充滿 是 大的一個溫暖的電流 那我太太也是有 就是她被醫治的過程 比這個還更久 是 大概半年之後 是 一個姐妹跟她說 是 主耶穌要我跟妳講 請妳原諒我 是 那我太太聽到 上帝竟然要請我們原諒她 她非常感動 被神的愛感動 她就是也是好口大哭 對上帝那樣的怨恨 就放下來 我想可能沒有經歷這個事情 可能也沒有 現在大家看到這樣的協會 有這麼多的小孩能被幫助 在醫院的時候就是 在加護病房就是會 有時候會去關心其他的孩子 就是送真的孩子 是 去為他們禱告 發現我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跟我孩子就是很貼近 是 我那種情感就得到滿足 是 那種愛就得到滿足 是 那這個也是我 之後我們開始做兒童事工的 第一個 第一個 對 是 張主任把對大女兒性慈滿滿的思念 化作原原不絕的浮世動力 當年她抱持著看見別人需要的心 從外地回到故鄉 投入社區關懷施工 民國九十一年成立了苗栗通校 第一間社會福利機構 協會成立以來 不只關懷了很多的小朋友 提供他們一個健康的求學環境 這裡的長青施工也非常特別 從遠處就能感受到他們的活力喔 走 掌聲鼓勵一下 還有的 還有 厲害耶 很長耶 她不打錯很難喔 剛才有放炮的自己舉手 還有那種特別的樂器 對 就是叫雨柱 雨柱就是 你有沒有下雨的聲音 下雨的聲音 有沒有 這很棒 這個是使用在哪裡 你知道書琴的地方 書琴的歌曲 對 學這個感覺怎麼樣 很好 很好喔 對不對 很愉快 我們要打 回家有在練習嗎 沒有 沒有 這鄰居都會搬走 神爺 你睡了啦 衝什麼 但這裡剛好提供一個這樣的空間 來 可以讓大家能夠彼此一起來學習 幫你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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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在後面這樣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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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老師 表演一下 老師看不出來你是會打這種的 你是學什麼的 我是打極竹球 你是學習打極竹球的 對 打極竹球 在哪裡練呢 真的 對 到英國去了 我們剛剛就是 剛剛那個手法 對 就是打的時候拍身體很讚 可是就是我們在打低音的時候 然後是往下的 腰間碰起這樣子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怎麼這麼響啊 老師我聽到你的手 我手會吵 我手會吵 肥韌的手 對 對 打久打小孩應該 對 我們都是打小孩 打他都特別想 好了 不行我們不鼓勵打小孩 好不好 OK 謝謝你們 這麼好的一個 非洲鼓的演出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好 第一個 我們先來吃一點這個好了 開胃菜算嗎 對 這誰做的 是你做的嗎 是我做的 那先淋一下 要不然稍微淋一下 要淋一下 攪拌對不對 對 這個是什麼 魚露是不是 可以 嘗嘗看 對,你可以拌一拌 味道非常好 因為吃起來非常清爽 所以裡面有高蒜糖 洋蔥 洋蔥 對 然後還有這個雞絲 對 這也是越南菜 對 有一支越南菜嗎 對啊 這是越南菜 這我們怎麼吃 對 魚露跟這個是一樣的嗎 差不多 對 口味有沒有 沒錯 很好吃 我們本身自己還滿喜歡吃 越南菜的 對 這個比較... 還滿常吃的 奇怪,怎麼還會有玉米濃湯呢 那不是 那不是海鮮跟... 這個海鮮跟... 要沾污醋 來一點 不要太多一點就好 一點好 有蟹肉有筍子 有蟹肉 對 有筋肉 還有筍子 有肉絲 所以來這邊大家其實也可以透過這樣有很多的認識 交流 對不對 對 還可以算自己 不會這麼孤單嗎 然後可以有很多這個... 同樣的話題 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 很好 張主任曾經失去愛 如今轉而幫助更多父母找回愛 在我們感動之餘 她又分享了另一個令人不捨的故事 當年太太懷了第二胎 卻發現孩子有唐氏症 又一個晴天霹靂 讓主任一度軟弱到不行 但上帝的愛沒有離開 她坦然接受女兒是上帝所賜的產業 就在那一年協會正式成立 主任加油 我相信你的新天賦知道 對 我也相信這些孩子 將來跟你們的關係 我覺得會非常的同 他們會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 感謝上帝 這個當然過程很不容易 但是你們所做出來的事情 確實是幫助了非常多人 讓上帝盡力的能力 在天國你們的產業會是福福的 阿妹 感謝主 謝謝 部分年齡跨越國籍 用加倍的愛成立關懷協會 把上帝的愛真實地傳出來 為這塊土地帶來一份新希望 今天來到通宵感受真的... 對 來到這邊真的感受到 在地的人情味 還有許多在這裡農民 還有許多創業董事長的辛勞 希望有機會大家來到這邊 一定要玩個通宵 好好住在這邊 享受這點美一切 我們愛旅行 玩出好親情 我們下次見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